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你们不是第一次听说过网路霸凌 网路霸凌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它能伤害一个人 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情 改变一个人的思想 很久没有回来这个频道 最近都在忙 所以很少回来这个剧去做这影片 最近我刚好看到那个有一个 Compression Passion 是Car UC 槟城的 如果你们要看的话 你们可以点击这个 看这个照片里面 网路霸凌是什么呢 网路霸凌就是 Cyber Bullying 就是你用那种语言攻击人啊 就是你在电脑面前 你打着字这样 是伤害另外一个人 如果你要伤害那个人 你能知道他的感受吗 你不知道对不对 为什么你要想做呢 你不知道一句话可以害死人 一句话也可以救了人 但是呢 要看情况 然后 如果这个网路霸凌 继续接下去 就是持续下去 我相信很多 很多年轻人都会想不开 因为他们是太过压力 然后你又给你讲 你现在在电脑前面这样讲的 你会爽吗 你不知道人家感受到你在想吗 你不知道他的心情是几惨 已经很惨了 你再给你讲 那去 谁会受得了 你自己讲谁会受得了 网路霸凌呢 我们必须要 停止这个网路霸凌这个东西 还有 不止网路霸凌 如果是在学校霸凌呢 还是在社会被霸凌的 也是要停止的去 这种东西是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的思想在想什么 如果他想不开他去自杀 这样子你不是害死了一个人 你害死了一个人 你会爽叻 所以呢 如果你们 觉得我讲的对的话 请分享这个影片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呢 记得按like subscribe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朋友们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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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